桃园地检署侦办长季泰安贩售黑心弹案24号展开第二波的搜查 桃园市卫生局表示问题弹品已经被打成弹衣 甚至流入知名大厂乖乖被制成了孔雀卷薰酥 而相关食品目前都已经进行封存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主任秘书林国宁表示 食品大厂乖乖一次也用到了过期的弹衣 由于制作布丁口味的孔雀卷薰酥的制作 林国宁表示当时有170箱布丁口味的卷薰酥进行封存 另外也封存量饭包462箱 而剩余的蛋皮621公斤也已经封存隔离 在爆发鱼鳍蛋食安事件后 乖乖也提出回收切结 尽数将市面上卷薰产品全部回收